看见没 这这个加油都特别费劲 人都得下车 刷身份证 然后再检查 这个还好点啊 我在别的地四个门请你开开 包括后备箱 看这大糟 这是刚才在那个边上 偷不是 剪的 好好讲 我差点把这个实话说出来 你看这挺大的 这边上这个是昨天剩的点红蹄 这昨天买的是 12块几啊 一公斤 在那个超市里边买的 他这边路边啊 卖的那个葡萄啊 都像我以前吃的那种 都是白色的那种 就是7块钱一公斤 还买过8块的 6块的 上下幅度也不是很大 小推车那种 但是他基本上不卖这种 还有那长的大拇指那种啊 这个就超市里才能买到 哇 你还别说 哇全是肉 这小壶 还真挺好吃的啊 我现在呢 就到民风县了 今天晚上停车场啊 我晚上就试一下这儿 那边应该县城内 我感觉这个县好像不是很大 再一会逛过啊 带我预告一下 今天来的一路给你们看了 都是在沙漠里穿是吧 其实就是沿着315国道 从和田一直到这儿 中间和田地区的好几个县 全在这条国道上 跟穿藏胡同似的 一条县全过来了 从北边呢 所有县都北边全是沙漠 这边上就是塔克拉玛干的嘛 是吧 其实 不过分的说啊 我觉得 整个这个 这几个县 都在这个沙漠里 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真的 这路上其实全杀着 那个路上 飘的啊 好荒荡的一种感觉 然后我离开这之后 我会戳越塔克拉玛干 而且在途中啊 我会去一个叫尼亚遗址的地儿 这个尼亚遗址听着名气 可能稍微小一些啊 那如果换成一个词 就是我特别想去的一个地儿 叫京爵古城 嘿嘿 不出意外的话 会去一下看看 哎 这个枣子还真挺好吃的 哎呀 真挺好吃 这些我自己吃够的哈 尝尝得呗 这贵的 买点好的啊 刚才那 但是他那个一脚深一脚浅的那个架 我就不是很爱买 你知道吧 而且我也是主要是先给我朋友买一些 但是再说吧 如果能看到的话再说 这是民丰县人民医院的 那停车场就在这个医院边上 这医院这就是县里边 这牌坊上写 尼亚古镇 其实他这个县城 还是主打这个 尼亚这个文化 是吧 西域36国哈 京爵也是一个 我那天跟你们说了 在刹车的时候 那刹车也是一个 这个就是围绕这个 我刚才在那个路边 就全是枣 老乡们捡枣那个地儿 我有个事我忘说了 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为什么还有一个原因没买啊 就是交流太费劲了 特别特别费劲 就是就能听懂多钱 就多少钱能听懂 他能说出来多钱多钱 别的就不行 就大什么 有什么不同区别 全听不懂 知道吧 就是我跟他们说 就是我感觉我已经 把最简单的词汇拿出来 反正可能我词汇量少啊 这个 我怎么说呢 就是我当时就觉得 我觉得人还是得有文化 就是 你怎么 你有文化之后 你这个 你才能不与外界脱节 你就是能联系到 你能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 呃 有人说那你说的不对啊 人家就生活在那环境中 什么 人家也不买 不出新疆地 这有个红蓝小官 这玩意 尼亚广场 你看 到处都是 都是这个尼亚文化的 这是个什么 这新建 还没建好呢 呃 我觉得不是说 你生活在新疆 就就不需要普通话 他就是 其实是没上过学嘛 没有文化 所以他才不会说普通话的 当然啊 诚然这个 新疆地区的普通话 确实普及率 我觉得比青海西藏还要低 至少要低 一一代人 我觉得 人家那边四五十左右的 都已经说得很好了 知道吧 这边 反正 呃 四五十肯定是不行的 二三十都不行 知道吧 就是怎么至少是一代人 这个 文化这个东西 你看 我们啊 都说汉语 但是英语好的人 就可以上网 是吧 了解世界更多 他就会抄袭 国外一些先进的东西 你看我们国内那些大企业 那些新弄出来的东西 全是抄到国外的 是吧 人家就是 先接触到了 把先进的东西带回来了 对吧 所以我 我当时 我站在那边走一走 我特别生气 着急 你知道吧 就是说什么也听不懂 就是教得特别费劲 然后我就是想 哎呀 这个人还是得有文化 才能走出去啊 这个要不然 就只能站在那地方捡枣子的 但不是说捡枣子不好啊 我的梦想也是 捡枣子能自理自足啊 但是 你得 你得知道外的什么样 你才有选择 是吧 他那种是没有选择的 对吧 有个最重点 我觉得白有半天没说 最主要的是 你不会被人骗 对面还有什么OPPO啥的 OPPO Vivo 好像做的还是好 我感觉他这个地儿 就这一条街 连个方框都没有 我好想 这后悔了呀 就是怎么说 你看你就有一些诈骗那些集团啊 就发短信啥的 就有些人一看 这怎么还会有人信呢 是吧 那对啊 就是有人信 对吧 就是这个就是有差别 你明白吧 就是 假如你跟外界失去联系了 别人是告诉你什么 你就觉得是什么 那这是不是 就把你蒙在这个谷里 把你蒙在那个沙地里 你就捡枣子就好了 对吧 那边看着还好了啊 有点高层 这个转盘附近还可以 看那个尼亚商贸 农贸市场 底下是服装批发城啊 都是主打尼亚 这个两边应该就是 你看尼亚西路啊 应该是好的道了 是吧 感觉和田地区啊 跟喀什比 昨天晚上和田市的那个 还可以还挺热闹啊 但是白天就是 反正就整体上 人体都不是很旺 白天更不行了 这个还是有区别 有区别 尼亚步行街 你看这里边 没有什么人 空空荡荡的 外边也是 你看对面 都黑着呢 看到没 哎呀 这个地儿 一看 吸得有点慌 我现在好 特别后悔啊 没在刹车 再待一两天 在这吃两天 我现在连炉子都没看到 那个时候 我在刹车里面 没事干了 我就是纠结 要不然再住一两天 吃点好吃的 那我一想啊 都是新疆地区 而且都是南疆 我没合计 有这么大差距啊 但现在一看 感觉这个还是挺不同的 你看 那马路那边 没有什么人 特别后悔 我在磨叽两句 跟刚才那个事接着啊 这个 这么一想啊 这个读书 可能是 可能是这个世界上 最公平的事情了 诚然它也不是完全公平的 但是 它可能已经是 你最公平的事情了 你看有很多那种 什么传销啊 或者什么骗人那种 为什么有很多人深信不疑 你说 你说它被骗了 然后它会跟你生气之类的 它就是被洗脑了 然后它不知道外面 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它 你知道吧 它就是它深信 它自己想的那个东西 就是还要走出去看一看啊 读万卷书 行华里路 这个都很重要啊 这里是个学校啊 你看那个远处 我站在这个过街天桥上 基本上已经能看到最远了 这边已经到头了 那边也没什么东西 我感觉 是吧 看这环境好不好 我的个怪怪 这还挺好看的呢 这个季节也好看 都黄了 有绿有黄的 你看在远处啊 全是沙丘的 那边就是沙漠了 它就是相当 还有这种小鸟啊 这是海鸥吗 整个就在沙漠里边 这一块小绿洲 它这一份抓饭25 就这一块肉 还在大骨头 感觉它这物价 就是比卡式贵 最前面那个 就是刚才那转盘 这又一个转盘 那条路我看了 没什么东西啊 你看这条路叫仁米路 这还有两个高层啊 酒店 这商场看着 也关着门呢 黑着呢 不景气 而且你看这个 再往远处 也是这种状态的啊 这个线还是稍微小一些啊 没什么东西 这里是民风县政府委员会 民风宾馆 这路上什么都没有 可能啊 我现在特别后悔 没有意思 这比河天还没意思 河天怎么说也是个城市 河天真的 整个河天地区啊 可能我到过这俩地儿啊 我觉得跟卡式比挺没劲的 那种民族的风情也少 吃的也少 没什么意思啊 而且好像物价也高 油贵了好多 我记得我那次加不到七块 我今天加个油七块四了 它是中间涨了一两次啊 但是好像差了点多 看这个有点黑啊 它这个是一个大串 大串这个一串二十 没几块你看看没 加个囊二十一 它一句汉语也不会 正好有一个 也去买东西的吧 这个当翻译 然后这串应该挺长 这货给我拿一个 这个就是短一些的 你知道吧 我这跟那些落磕呢 呃就是 然后你看看这个 还都带骨头的 看到没 带骨头的 这个我感觉不合适 这个东西 我这边东西 好像还是贵一点 但是我也看到有 稍微便宜点的面啊 一碗是 十五左右吧 我没进去吃 我都吃完了是吧 这东西 这肯定是贵 这一串感觉跟那边十块钱的差不多 呵呵呵 看着是挺大 但是主要是少两个是吧 然后还 还小 一句好语不会 然后我刚才也问那个人的 他说 就是这个转盘那块 就是中心区域 人口少 还是一个小县啊 一种东西 也是一种东西 这是一个 这种东西